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段影片要讲讲台湾天弓导弹爆出的严重作弊案 台湾的中科院被揭发 天弓导弹的零件竟然使用大陆的劣质零件 这也不止,还有一些是淘宝货 各位,你说了,不不不 在继续这个议题之前 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请多多支持 言归正传 我们每次讲台湾,收视率都很低 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听众对台湾的新闻明显没什么兴趣 不过,好像这次这麽重大的事件 可以说是不说不得的 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年 大陆不断打开口牌,开口说要攻台 而大陆的战机飞近台湾,已经是常态 那种频密的程度和香港警察被揭发犯案一样 一直有的,停都停不了 台湾的立法院上一年2012年通过了2400亿台币 大约是600亿港币的预算 大量购买军备 以及进行八项台湾制造军备计划 其中1800亿台币,即大约450亿港币的预算 是交由台湾的国防部军备局中山科学研究院 简称是中科院负责的 而其中研制天弓导弹是中科院主要项目之一 中科院当然会引入台湾民营工厂一起合作 目标是全台12个地点建立飞弹陣地和防卫系统 谁知这一项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 物罗紧固进行之際 台湾的镜州罕就爆出中科院研究的天弓导弹 竟然有很多是用了大陆的劣质零件 有些还是淘宝货 情况是怎样? 是这样的 镜州罕就揭发 由中科院研发的专门追踪和监视中共军机 地对空的天弓导弹 以及飞弹陣地等武器系统的重要零件 包括螺丝、爆炸用的过禄酸胺原料 通电用的直控整流器 军备规格的电线、异极体和线性体电路 竟然采购了一些劣质有瑕疵的零件 恐怕可能会导致无法射出飞弹 又或者无法引爆 即是简单说 香港那些天弓导弹和系统分分钟可能是废的 与香港立法会那些忠诚废物没有分别 镜周刊查出已经知道最少三间这些公司 是长期包揽中科院的采购订单 这些公司中了标,得到订单后 就用大陆制造的A货零件 冒充美国的原厂正品货 又或者由大陆那些有瑕疵的零件重新包装 打上符合军备物料规格的标志 就实行调包了 部分零件甚至是淘宝货 这些劣质的零件和正货相比 价格可以高达100倍 即是100元台币的美国正品货 可以用1元台币在淘宝就能买到 这些A货、这些瑕疵品1元就能买到 美国货100元 大家看看利润有多惊人 对于爆出这宗如此严重的作弊案件 中科院如何回应呢?我稍后再说 这案件揭发后 台湾桃园地检署就接手追查 将会依照欺诈偽造文件 违反采购法调查 简单说,暂时只是当作一宗普通的 出卖无牌货去处理 大家觉得是否有点奇怪呢? 大家如果看表面 好像中科院都只是被不法的供应商欺骗了 好像这么简单 但看真一点,哪有这么简单呢? 镜周康揭发 由中科院招标的螺丝和过禄酸胺半制成品 几乎全部都是由新竹 丰益国际联合公司中标的 估惑的是,中科院的标书定名 供应商需要供应两年之内生产的货品 即是不能用旧货 看起来也很合理 但标书要求那些产品的规格 是20年前美国用的版本 现在市面上已经停用了 即是市面上大部分公司 都没有可能在近两年 生产到这些20年前的旧货 等于你没有可能叫一间公司 找到一些近两年生产的iPhone 4 就是这意思了 除非那间公司根本是一间落后的公司 利用一些过期的旧机器 专门生产一些落后的产品 这就不同了 而这些产品又刚好有中科院特别需要 所以他们就可以在无对手的情况下 长期中标 而好笑的是,这间丰益公司 只是一间位于新竹市 一条责行民居之内的公司 大家想想有不奇怪 更好笑 丰益公司中标的标价 是2.8560万新台币 刚刚与中科院批出的预算 底价是完全相同的 塌塌塌陷 好心啦 封益公司 你这样也去到这么尽 你一元也去尽 落标就准备过七师傅算命的 傻的都看到 中科院由订立标书开始 由设计标书 已经是有系统、有计划 和封益夹好了 甚至 九成九 封益的幕后老板 就是中科院的人 镜周刊又揭发 封益注册的资本 只有六百万台币 在法例上 它最多只能接到 1.2亿台币的生意 而现在封益接到 2.8亿台币的订单 明显是不符合规格的 不过以我的认识 中科院不会那么符合 他们应该是拆单的 所以每一张订单 应该不会超出1.2亿台币 还有封益说 用过六宣安的产地是韩国 但韩国也没有生产这些产品 也没有生产这些物料 相信这些物料是大陆供应的 还有 镜周刊又揭发 那些飞弹用的电线 是大陆的二手货 是用过的二手货 而被形容为是飞弹 心脏的点火装置 直控整流器 又是一些劣质产品 分分钟令到飞弹 吐不着根本也发射不到 好了,说回中科院的回应 中科院当然是大洒官康 采购的原则和程序是公平的 他们收货很严格的 又说已经主动调查 有没有人作弊 如果有人作弊的话要求赔偿 又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应该那些产品 那些导弹是可以发射到的 用得到的 很明显 中科院是想淡化的事件 将事件当作一单很普通的供应商货不对版 这样处理 简单说就是商业的欺骗案处理 而国民党马上又开炮攻击民进党 说民进党出卖台湾 各位分析这件事十分清楚 中科院是有系统性贪污的 这种贪腐不是将订单给自己人做 赚一笔钱这么简单 而是由设计时开始 已经为自己人度身订做订单 这样大家想想 这些设计还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 这些他们研发的军备 根本不是用来对付敌人 不是要来打仗的 不是保卫台湾的 而是设计出来给自己人赚一笔大钱的 这已经是极之恐怖的国防问题 然后这些设计上 已经不是针对敌人的所谓军备 再用一些劣质的大陆货去冒充 用敌方的物资做出来的 这些飞弹 根本随时是飞不到的 飞不起射不出的废物 你说怎样与大陆打仗呢? 所以我经常说 凡是华人所说的 什么自主研发 大家真是笑一下就算了 不用太认真的 基本上这些自主研发的伟大理想 大陆、台湾都是一家亲的 陆陆和弯弯都是一模一样 没有分别的 第三点 是中科院可以完全不顾台湾的安危 这样出卖台湾的安全 你猜他们是否只是赚一笔 无牌货的钱就算了? 根本非常有可能 中科院的人收第一笔的钱 就是大陆给他们的钱 然后他们收了大陆的钱 再按着中方的要求 设计一些不能打的天弓飞弹 然后既然那些天弓飞弹在设计上 已经不能打的了 所以生产的时候 再用一些劣质的大陆零件 或者淘宝货 再赚多一笔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中科院近年不断吹 自主研发有多厉害有多厉害 又说要各造潜艇 现在看来 分分钟 中科院的设计 就是大陆指定他们的设计 各位,你说麻烦不麻烦? 即是等于台湾浪费了金钱 制造一些无用的军备 好了,大家又思考一下 为什么现在爆出这宗弊案呢? 可能性有几个 第一,蔡英文政府发现中科院有漏洞 有问题,已经暗中调查 我甚至相信在美国方面发现过问题 叫蔡英文做事 而中科院方面知道事情让了 索性自爆这个案件 让事情牵涉大些 当案件牵涉越大 涉案的人包括了国民党、民进党 各方面的重要人物 到时蔡英文的压力就会很大很大 全台骂爆她 根据一般经验 蔡英文只能帮忙淡化这件事 令事情大事化小 尽量减低这件事 对她个人和民进党的伤害 而国民党明明自己亲共 因为现在他们是在野党 所以反而他们可以大大声 民进党卖台 然后为自己增加政治本钱 大陆又如何? 爆出这件案 他们一样有得益 因为日后台湾如果再想拨款 增加军备 便会很难通过 因为原来中科院的军备 因为台湾人的血汗钱 那些税收 没有理由浪费 所以估计已经进行的潜艇角造 都很可能受到影响 而事实上 这件事真的令到台湾人对国军 没有了信心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打仗时 那些武器是否用得 所以大陆等于已经摧毁了台湾人的战意 令到他们没有了防卫的决心 所以大陆是不怕让你知道他在背后发工 反正现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部分心理战的目的 总结一句 台湾之危险之处 是在于台湾一直任由中共滲透 已经入骨入肉 国民党摆明亲共的 民进党也有不少政客收了大陆钱 你永远没有人知道 在关键时刻 谁会突然飙出来向中共投降 好了 另一个重点来了 台湾的军备 可以是劣质的零件 淘宝货 大家又不妨想一想 大陆的军备 在规格上是否真的那么严格 你觉得大陆的军备 有没有偷工减料呢? 维利皇帝再蠢 他都会想到这一点 你猜他又可以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方法 是抽样子 拿武器 找一个战场 用一用 试一试 就知道自己的东西是否行 到正式真是 如果打台湾的话 就知道那些武器是坚定留 所以他找一个战场 给一些武器的马仔用一用 是习帝一直想做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四围去支持 那些马仔和欧美吵架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都很希望 那些马仔 有机会和欧美 打回一场势仗 来到这里 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和里汉天下 我们有Patreon 请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